孙权其一 讨好曹魏 刘备拿下一周后 孙权慌得一笔 因为此时孙权集团是三大集团中相对最弱的一方 于是 一个关键性战略问题到了必须要解决的时候 那就是究竟该向北发展 还是向西发展 显然 孙权已经做出了决定 那就是联曹抗流 请务必注意 这个决定并不是在公元219年才做出的 早在公元211年 刘备入属 孙权便派遣大船迎进妹妹返回江东 这一举动什么意思 说难听点 就是日后万一闹僵了 孙小妹不会成为孙权的把柄 云别传记载 全文被西征 大遣周传迎妹 而在公元215年 孙权已经对荆州动手了 先是派了诸葛景去讨要荆州 讨要不成 接着让吕蒙公取长沙 贵阳 林林三郡 据三国志记载 事实刘备令官女镇守 专有京土 全命蒙西取长沙 林贵三郡 又在公元217年 魏吾双方剑拔弩张 孙权意识到向北不好发展 与曹操和解 并结为殷亲 据三国志记载 22年春 权令都为徐祥义曹公请将 公报时修好 事重结婚 硬玩 如果说之前孙权还在犹豫打曹操或打刘备 到了公元217年 孙权基本已经决定和刘备决裂而去讨好曹操 孙小妹公元219年7-8月份 曹魏大将于静 荆州刺史胡休 南乡太守 夫方等人军投降了官女 连曹操都被官女打怕了 想要离开许多已避官女的锐气 谋士司马懿 蒋记纷纷献策遣人劝孙权出兵抄官女的后路 据经书记载 是十汉帝都许昌 魏吾以为静贼 玉玺河北 而这正中了孙权的下怀 郑愁没理由打官女呢 于是 孙权情谊陶宇自孝 名义上就是为朝廷处理了 十一月份 孙权派吕蒙率大军出动了 有计划的夺取荆州 有计划的断官女的退路 十二月份 孙权一不做二不休 杀官女并将首级送给曹操 前台词就是说 我孙权是奉了曹操的命令 才不得不取荆州杀官女的 此时的孙权还做了一件事 那就是向曹操称臣 并劝曹操称帝 据魏略记载 孙权上书称臣 承说天命 用现在流行的话说 孙权彻底成为了曹操的舔狗 舔完曹操 继续舔曹丕 曹丕称帝后 继而刘备也称帝了 孙权则继续选择连曹抗流 把政治砝码放到了曹丕一边 公元221年8月份左右 孙权派遣使者向曹操称臣 并公公静静送回被俘虏的曹魏大将于静 曹操刚登基 这算是个好消息 于是曹操封孙权为吴王 一意思一意思 孙权则欣然接受 同一年 孙权向曹操报告说 他要迎战刘备了 曹操作报吴王孙权书鼓励其杀敌 故从公元217年 孙权与曹操和解后 直到公元222年 孙权在浅尝子孙登入魏 魏仁治仪式上拖延再三 曹丕看透了孙权 最终决定新兵法武 这几年间 孙权几乎一直在 第三下四地讨好曹魏 他的目的只有一个 寻求北方边境的安定 能够专心对付刘备 避免两面受敌 事实证明 孙权的目的达到了 草批其二 相属示弱 刘备称帝后立刻心兵问罪 孙权曾试图和平解决 于是利用诸葛兄弟的特殊关系 让诸葛景出面交涉 所以诸葛景给刘备写了一封信 信中如是说 陛下远道而来 恐怕是因为吴王夺取了荆州 杀害了关羽 结下了仇怨 但是陛下心胸广阔 岂能着眼于小事 我试着为陛下考虑陛下和官员的亲密关系 比得上汉朝先皇吗 荆州的大小能比得上整个国家吗 究竟该打曹操还是吴王 请陛下斟酌再三啊 据三国之记载 刘备东伐吴 吴王求和 景与备兼约 此信有两个重点 一是承认了刘备自称汉皇帝的合法性 而自己只是吴王的身份 二是想让刘备明白 曹魏才是吴孰首先应该共同对付的敌人 可是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刘备岂能轻易饶过孙权 刘备又岂能轻易放弃争夺荆州 孙权当然也明白 求和根本无济于事 连赵运 宁福等等大臣都劝谏不成功 孙权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其目的主要有两个 一是表明一种态度 是你刘备执意要攻打我的 我已经示弱了 所以是你理亏 二是麻痹刘备 让他更加娇狂 让他感觉东吴没什么真本事 就只会到处求和 关羽其三 军事备战 搭贴还须自身硬 千万不要觉得孙权生存的资本是两面三刀 实则适应实力 已斗武昌 提前备战 据三国志记载 黄初二年次月 刘备称帝于鼠 全自公安都饿 改名武昌 征战关羽期间 孙权就清零前阵至公安 即刘备称帝后 孙权又从公安搬到武昌 紧接着 孙权下达了一系列命令 一是以武昌下至 巡洋 阳青 柴桑 沙县六县设置武昌郡 扩大武昌的直接管辖区域 二是修筑武昌城 做好长期抗战的准备 三是命令朱江提高警惕 积极备战 孙权的命令是这样的 存不忘忘 据安思威 古时候有俊不宜为汉代的名臣 居太平年代而刀剑不离身 何况如今我们处于魏国 蜀国征战之地 与豺狼打交道 怎么能放松警惕呢 可见孙权早已经在做军事准备 他并没有返回剑业 而是留在武昌督战 让东吴军民都把准备战争的这根弦绷紧起来 使学家胡三省驻资治通鉴所说 既成石头 又成武昌 此无人保将之根本也 孙权深知这一点 他一直十分重视武昌和剑业两大重要据点 武昌和剑业沿路驻兵 实质属军 三国演义中属国代表的是正义方 作者难免会有所偏心 于是安排了孙桓大败 大将涵当 周太布迪等等军事情节 其实这些基本都是虚构的 那么历史上面对刘备大军来犯 孙权是如何部署军队的呢 第一道防线 有正威将军攀章把守紫规 李毅 刘阿等将领把守乌山 巴山等地 第二道防线 有安东中郎将孙桓守备一道 见武将军徐城守备当阳 将领宋谦守备之将 第三道防线 有朝武将军朱然与偏将军 韩当共同驻守江陵 南郡太守诸葛景驻守公安 剑中中郎将落筒驻守禅陵 自责外 大兜都陆逊屯兵移领 全权指挥吴军上下 平荣将军不知率领焦州 亦是万余人 镇守一阳 这是为了对付武林郡的武夕满蚁 平南将军吕范改败位建卫将军 负责镇守建业大本营 孙权自己和其余将领则留在武昌 整个待命 据三国志记载 黄武元年 刘备率大众来向西界 全命训为大兜都贾捷 都朱然 潘彰 宋谦 韩当 徐胜 仙于丹 孙桓等五万人拒之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 制作了一张简单的图 将就看下 图中一目了然 刘备大军沿路过来 孙权都有安排将领和军队驻扎 无庸置疑 这是一个立足于防守而后发之人 且行之有效的军事战略部署 达到了持之蜀军 寻找战机的目的 孙权的军事部署选对陆逊 刘备溃逃 刘备大军于公元221年7月份出发 于公元222年正月拿下紫规 2月进驻颐领一带 建立了大本营 和吴军展开对峙 行军速度如此之慢 看来孙权的防御部署确实奏效了 诚然 后面的具体作战部署 基本都是陆逊的功劳了 孙权只是选对了大都督 面对陆逊的具显而守 坚决不战 刘备绞计脑汁想了两个办法 一个办法是辱骂又敌 刘备派了暑将吴班 率领数千人于平地扎营 在那里叫骂挑战 东吴珠将不能忍受皆与机之 陆逊认为有诈没有中计 果然山谷中却有伏兵 一个办法是围点打员 刘备命令将领张南率军 将一道团团围住 只因一道守将孙桓时孙权的阻止 依次试图引诱陆逊出战 陆逊认为有诈又没有中计 于是刘备开始无计可施 蜀军长途跋涉 士气低落 弱点开始暴露出来 陆逊向孙权上书 剖析敌我形势 认为反攻的时机就快到了 任六月 吴军全线反攻 孙权之前的防御部署 都变成了进攻的发起点 史书记载 刘章部下斩备护军冯袭等 所杀伤甚重 朱燃破背前锋 断其后道 被遂破走 寒当于陆逊 朱燃等共攻属俊于捉乡 大破之 易于成功取朱屯 所向有攻 朱格景 骆统一街帅所不为攻 不知帅君击败武席蛮夷等等 刘备败得怎一个惨自了的 寒当写在最后关于夷灵之战 显然孙权所做的准备 比刘备更为充分 此战孙权能够取胜 绝非偶然 而是必然 可归结为五大原因 原因一 一级备战 一待劳 原因二 于未修好 专心抗留 原因三 假意求和 麻痹属军 原因四 玄帅得当 冷静应战 原因五帝是支离 控制长江 如此一来 刘备焉能不败啊 是必须要 � 奇并不败